马路边,马路边的垃圾桶,昨天捡了两颗别人不要的金菊,今天教大家如何在家里自己种好一盆金菊 Hello,大家好,我是佛山二花匠 自从疫情开始,我就觉得在家应该种上一盆金菊 因为金菊都喉嚨非常的好,而我也一直舍不得去买这个东西 因为我相信过完年我就能捡到好的金菊盆栽 结果昨天在吃早餐的时候,路过垃圾堆 就被我发现了这两大颗的金菊丢在垃圾桶里面 我就急急忙忙丢下老婆丢下孩子,把这两个大家伙搬回家 那这两金菊我们盆栽种植到底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我们怎样才能实现金菊自由,种一盆连连有呢 其实操作的方法非常的简单 我先来示范给大家看 如果有些细节不懂,可以慢慢的问我 这两个大家果呢,体型非常的大 它有一个好处啊,就是那个金菊原来的那个老板 他居然提前帮我把土球给松开了 其实我们在马路边也好 在过年的时候买回来的金菊也好 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您想它,来连也能挂满果呢 这个土球一定要把它松开,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这些根系呢,一定要合理的修剪一下 这样子呢,它才能更好的存活 如果您保留这个土球,快点保留这些根系呢 来连呢,未必能长好的哈 这是非常关键一个事情 我运气很好,剪到的这两颗呢 它把土给留下来了,把根给剪断了 然后就丢在垃圾桶里面 这省了我很多事 基本上我不需要洗这个土了 我唯一要做呢,就是把上面的枝叶给剪掉 很多朋友养花呢,总是舍不得 认为根系很重要 从来舍不得剪这个根 事实上呢,您不把根的生长空间给暴露出来 那么您养那些后面长出来的根 有哪些生长空间呢 所以呢,遇到这种盆栽呢 您唯一要做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把这些多余的根啊 无论粗的,细的,老的,长的 统统把它剪掉 留下一部分的根 记得把整个的土球给露出来 这样子呢,才能养得好 来年才有机会再挂果 来,剪完这个根之后呢 我们还有第二个事情要剪 就是把上面这些多余的枝条给剪掉 尤其这些干枯的枝条呢 您不想剪它留着做烧火棍吗 把它统统剪掉 您可以用暴力一点的方法 没有问题的哈 只保留少量的叶子就可以了 如果上面有果子 或者上面有花朵 也得剪 把它统统剪掉 放心呢 曾经我跟一个朋友聊天 我就说过 金菊这个东西呢 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养不死的金菊 只要你的土层不绑结 那么您家的金菊绝对养不死的 放心的剪 把大部分的叶子 统统hold掉 枝条有条件 也hold掉 来,最终剪完 就剩下这样子的 看到清楚吗 上面一点点的叶子 下面一点点的根 把土层呢 全部去掉 这根还是有点多 除非你的花盆比较大 像这样子呢 就基本上完成了 如果你剪到的是这种植物呢 就得这样剪 记住养不死的金菊 条件是它没有闷根 没有烂根 把上面的叶子剪掉 因为这样子能让它尽快的恢复过来 留下一点点叶子呢 因为这样子可以证明它活着而已啊 事实上呢 还不需要那么多叶子呢 留下十片八片就可以了 只是这样剪完之后呢 会稍微好看一点而已 弄完那颗小的 开始弄这颗大的 这个大呢 就没有那么好了 根系里面还有很多的杂根 然后呢 整个树干也比较大 这个呢 需要慢慢剪的 当然上面还有一些果子 也要清理掉 把上面的枝条团部 hold掉就是了 记得下面那个土球 能把根hold掉就最好了 能hold掉多少 剪掉多少 就剪掉多少 留下一部分根呢 就可以了 好了 两大盆 全部修剪完毕 虽然呢 还有一些叶子 但是这个呢 基本上剪完了 这里还有一些土 等一下呢 去泡杀菌剂的时候呢 这个土层就会慢慢的散掉 事实上呢 我比较喜欢这一颗 这一颗呢 那个太粗壮了 还反而还不好玩 这一颗呢 还很多的可树空间 老实说 这样的一盆金菊 您觉得如何 您知道为什么 称呼它为养不死的金菊吗 因为这个加果呢 它的树干 你的保水能力 非常非常的强 而它的根系呢 也是非常的旺盛的 所以呢 只要这个土层不绑结 基本上 这颗植物呢 都可以顺利的养活 来年就能挂满了果子 当然呢 配土也是很关键的 但是 我们现在先不聊这个配土的事情 先聊一下这个东西 我们弄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泡水了 给它一次性的喝泡水 毕竟呢 这个加果呢 估计很长一段时间呢 都没有好好的正经的喝过水了 给它好好的喝上24小时的水 这个水里面您可以加不同的东西 可以加点多菌磷 杀菌 可以加点生根粉 促进它的生长 但是记住一个事情 在所有那些都是后面的话 前面的第一步 就是这一步 修剪的一步 太关键了 我们需要把枝干剪干净 把根给修干净 这样子呢 才能为来年它的开垮结果 再做准备 是盆栽种金菊呢 如果遇到 千万不要浪费 马路边也好 垃圾堆也蛮好 看到了 把它剪回来 简单的修整之后 您就可以实现金菊自由了 好了 今天啰嗦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 后面它的生长状态的话 您可以加我微信 或者我们慢慢聊 我是佛山奥花江 谢谢大家 拜拜